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十几岁还是很敢干 就说明什么 说明是自信 他的切这杆黑球 包括前面的那杆六分 他就很敢干 而且很对自己做的事情敢于负责 我觉得这个是 就好像老外的孩子 具有这种素质的孩子比较多 我觉得咱们的教育当中 有一些东西要赶上 的确是这样 我们现在 当然可能家长也会有 他们的一个顾虑 毕竟现在在我们的国内 这个千军万马戚 独木桥 还是唯一的 而且呢 书本的教育又和 其实和真的社会 我觉得脱节还是蛮大的 我觉得世界上本没有独木桥 别的地方的路不走 只走这一条路 于是他就成了独木桥 还有其实我觉得 对于孩子来说 学校的教育是一方面 其实家长的教育蛮重要 对 关键 我觉得很多地方 你敢不敢以身坐坐 不是你能不能 对 你敢不敢以身坐坐 当然像我们这种 就是还没资格讲这个话 我们举一个 有资格讲这个话的人 我看看 看看 能借些带讲 那前两天坐墙墙 就是李冰哥 冰哥提到说 他暑假带他的小孩子 去玩海边 因为说他晒黑了 对 他就说 他说 我的孩子不是说 是学校学习成绩最好 但是老师都说 他是最乐观的 这个我觉得就是非常好 对 传递的一个东西 对 这个就可能漏球了 中文大爷不知道 有没有 他在这种薄球的控球是怎么学的 你说他这样的 就是说是 当然点是一方面 是吧 还有出竿的这样一个 就是击打球的节奏 也很重要 出竿速率啊 还有就是 就是其实他在旋转的这个控制 至少我觉得今年的比赛 从这个短盘来看 真的蛮适合马克威廉斯这样的球员 赶干 又拼得出来 对 因为就拼出来 这不是说拼出来一片天地 拼出来就赢了 收工回家了 对 收工回家睡觉 这个不像以前 你说你拼出来之后吧 你还得再拼一下 对 你还得坚持住 对 不要你坚持 20 你就拼一两下就行了 推的力头是小了 看看这个 带到什么程度 你看他的手腕已经没有 就是手臂已经没有办法发力了 是的 就手腕就切了一下 你看主球很愿意跑 还有的时候身体姿态上的那些动 那些东西 我觉得可能跟他小时候练拳击 真的有关系 因为很打得开 舒展度很好 对 先来看看球队吧 别打着打着 等会一撞进来 什么有铁球啊之类的 29 送上去用三分来吗 应该是吧 还是他看到有球 看拉杆的 他觉得有球 哎呦 顶一下 还会不会好 那运气真的好 顶完以后 比刚才要的还要好 难道他是看到什么铁球了吗 不会啊 他这样滑过来 应该要的就是最下方这颗 这个球呢还不能击打过来啊 挡到六分的这个中弹 他是生怕顶到球队以后 哪颗球更快的关系 好球 33 他是在考虑大发力还是小发力 好球 什么都有 40 按照今天现在的马克威廉姆这种速度 这盘估计可说有危险 嗯 他在台上 就反正是 卡德就机会不大 我们如果今天有一个统计 看大家打进的球的个数的话 Eddie Carter是这个跟他没法比 是 47 48 中盖还有啊 55 56 好球 5分也可以 嗯 过度一下正好 你看他随意推出来一干啊 嗯 他内干其实蛮随意的 没有什么抽 这个抽干出去 还怎么控制 嗯 他随意推的一干 你看他的到位率 嗯 所以我说他的球其实是很细的 他只不过看上去像个粗人 就是感觉会很快 嗯 然后会怎么样 嗯 打完超分了 这两天大家比较后知后觉 小球多细腻 嗯 而且这个不经过科兴调整啊 这个真的是个本事 对 多细啊 这种球 75 收了 我觉得这种状态的Mark Williams 无论在接下来第二轮碰到谁 我觉得都蛮麻烦的 嗯 这种短盘特别适合他 那来看看 有没有 已经有了这个 有没有结果 嗯 没有 还没有 是吧 嗯 你看他抽签 嗯 希望如果丁俊辉能够出现的话 不要那么早抽到他 稍后呢 马上为大家送上的是丁俊辉的球 五分还没摆到呢 马克已经出竿了 球员有的时候要逗一逗裁判 嗯 哦 你看 一个 小虫子 是个苍蝇还是什么 没打 哈哈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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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 那么这一场呢3-0打完了 A2这个3-1打完了 嗯 马克勒斯科的勤急 嗯 实至名歸啊 是 那么 接下来的那场呢 是丁俊辉 嗯 来队上 Ginichi 对 是排名 临时排名大概50多位的一名球员 嗯 好 那么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 一会回来再看丁俊辉的比赛 好